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提名名单基本凑齐了,进入名单的人,要不就是坚定的反建制派,要不就是强硬的反华政客,大部分是两个特点兼而有之。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因素,伟人的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,用来分析特朗普的提名名单也完全适用。 特朗普的下个任期的执政路线,对外搞极端的民族主义,重点是全力遏制东方大国,对内搞激进自由主义改革,并着力打压国内的建制派。 显然特朗普就是按照执政路线的实施,需要确定团队提名名单的,从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,安全事务助理,财政部长,贸易代表等提名人选看,遏制东方大国,将被美国政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,特别是把进入中国制裁名单的卢比奥,提名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。 特朗普有点唆哈的意思,这倒符合特朗普在诸多问题,特别是经济问题上的一贯热衷内病外治的特点,把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归结为东方大国的崛起,不愿意承认美国的体制模式,才是造成美国衰落的根源。 在这一点上,特朗普和那些建制派也没什么区别,虽然他高举反对建制派的大旗,但他本人也是美国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,这决定了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特朗普变法,是非常不彻底的,根本不会触动美国体制。 特朗普也因此朗普的下个任期,无法兑现Maga的承诺,由于美国整体实力的持续衰退,特朗普的任期对美国来讲特别关键,因为这很可能是美国失去世界第一的四年。 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,在一次公开演讲中,有一个重要说法,认为未来十年将会是美国和中国竞争的关键时期,如若美国无法抓住机会,将会彻底丧失恶阻中国崛起的能力。 彼时俄乌冲突刚爆发不久,美国还在享受着俄乌冲突带来的短期利益,不但欧洲的资本回流美国,还可以向欧洲出口更多的能源。 巴以冲突还未爆发,中东表面上还风平浪静,当时美国的全球地缘形势要比现在乐观很多,但从俄乌冲突开始,世界局势的演化速度明显加快,中美的实力对比也因三大经济战的进程。 而发生着比预料速度更快的变化,留给美国的关键时期,已经没有布林肯预期的那么多了,差不多就是下届总统任期的四年时间了,美国整体实力的领先优势,就可能被抹平甚至逆转了。 这应该是美国为了扭转整体实力,持续衰退最后的机会了,过了这个四年,美国恐怕就没有实力,继续实行对东方大国的遏制战略了。 特朗普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,再次回到白宫,搞不好他就成为美国衰落的替罪羊,他和美国都已经没有了退路。 对内,他要用改革变法作为手段,打击那些要把他送进牢狱的建制派。 对外,他要进行反华强硬派。 特朗普属于背水一战了,我对中美博弈的结果一直都是比较乐观的,因为我坚持认为美国的衰退,是美国模式和体制演绎到现在的必然结果。 从去工业化开始,衰败就成为不可逆的趋势。 美国正在经历的衰落,不过是在重复英国丧失霸权的轨迹,都是国家被资本控制的结果。 是失控的资本,导致了国家达到巅峰状态之后的持续衰退。 因为实行的是同一个模式和体制,美国不会也无法规避英国衰败的命运。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明明都知道经济空心化,会严重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,还是先后搞去工业化? 这是因为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力过强,资本追逐利润的要求,就会凌驾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上。 什么赚钱就重点发展什么,什么不赚钱就淘汰什么,结果对国家保持硬实力必不可少的中低端制造业,就被转移了出去。 美国现在的钢铁产量只有8070万吨,不到中国的12分之一。 作为海洋霸权国家,美国的民用造船能力,现在更是相当于中国的1%,英国的制造业数据就更惨不忍睹。 作为第一个世界工厂,2023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仅为560万吨,随着普兹茅斯造船厂,阿普尔多尔船厂的关停,英国的民用造船也完全失去竞争力和存在感。 为什么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,要公开质疑和反思自由市场经济,就是因为自由市场,缺少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整和产业规划,完全按照资本对利润的需求配置资源。 所以导致美国的工业基础已被掏空,不否定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,资本掏空美国的行动就不会停止,不但会掏空美国的存量财富,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群体手里。 搞得政府和普通民众的负债越来越严重,而且还会掏空国家最重要的工业生产能力,导致美国的衰退不可能停止。 美国人对国家的前途,整体是很迷茫的。 从2008年开始,每到大选年,美国都有多个民调结果显示,有80%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错了方向。 202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不例外。 从2008年前后,因为次债危机,美国人对国家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。 从那之后美国的衰退是大多人能够感觉到的,但经过这么多次选举,美国人还是没有能够对感觉到错误的方向进行纠偏, 以至于今年还是有80%的美国人认为,美国走错了方向,因为很少有美国人去反思,自由市场经济对国家的危害性, 也就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正确的方向是什么。 大多数人都知道美国病了,但不知道美国的真正病因是什么。 美国的主流政客也有像沙利文这样的相对清醒之人,知道是自由市场经济那些看似美好但, 不切实际的理论假设害了美国,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并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, 以至于美国不但大量工业品和日用品需要进口,就连军工体系都对外部的供应链产生了严重的依赖。 这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,整个西方都在面对工业基础不断衰落的压力, 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缺少信心,对西方的领先地位的失去充满焦虑感, 没有了发达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能力,衰落是必然的结果。 民主党拜登这四年,经济大体表现还是不错的,虽然也搞了不少数据造假的手段粉饰政绩, 但能够在加息缩表的同时,还能保持美国股市的繁荣,没有出现大问题。 这还是可圈可点的,历史上民主党搞经济整体比共和党更靠谱, 美国历史上特别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,大都是在共和党的任内出现的。 大萧条之前的两任总统都是共和党,大萧条之后是民主党的总统罗斯福,出来收拾烂摊子。 2007年的金融危机,也是在共和党的小步时任内发生的, 然后是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,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。 共和党在社会伦理方面,虽然偏于保守,在价值观方面更符合美国的正统, 反对民主党搞的那套LGBT,但在经济方面更偏向自由主义。 民主党的执政会在社会伦理方面动摇美国的根基, 但共和党的执政会在经济方面加重美国的病情。 民主党和共和党这对卧龙凤雏,只能从不同的角度祸害美国, 而不可能拯救美国。 看看特朗普要组建的执政团队名单,就不太可能指望他是美国的拯救者。 有人把特朗普定义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不够全面的, 特朗普还是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。 特朗普代表的MARDA势力,就是对外实行民族主义的美国优先, 对内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,一边纠正民主党搞的社会伦理乱象, 一边继续在经济方面,让美国病更严重。 如果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能够得以实施,特朗普就有望成为大号的米莱。 即使特朗普能够对民主党的那些政治正确进行纠偏, 让美国看起来正常一点。 但经济才是美国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, 已经严重空心化的经济。 在经过四年自由主义药方的折腾,美国何筹不衰?